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宋慧乔和宋仲基因细生情 太阳的后裔不仅在韩国大火 在中国也是深受大家的喜爱 两人在剧中的甜蜜时刻很是让人上头 当初两人结婚的消息可谓占据了世界头条 令人没想到的是 仅仅过了两年时间 二人离婚的消息便随之而来 根据八卦媒体爆料 宋慧乔和宋仲基二人双双出轨 宋仲基出轨了宋慧乔的化妆师 二人感情很好 属于闺蜜一类的关系 宋慧乔一方则是被传出轨了韩国男演员朴宝剑 他和宋仲基是好朋友 和宋慧乔一起拍过戏 据传宋慧乔和朴宝剑是在拍戏的时候假戏真做 随后二人的事情被宋仲基知道 于是决定结束婚姻 其实还有很多关于双宋组合离婚的传言 而且非常的狗血 那么他们离婚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 小编在这里总结了一下最近的新爆料 根据爆料的资料 宋慧乔一直是财阀的摇钱术 被当作挣钱的工具 而且他和前几任男朋友之间都不太干净 例如像他的前男友李炳宪私下里玩得非常过火 早在2014年就有传出李炳宪把宋慧乔弄受伤的新闻 两人的恋爱不到一年时间就宣布分手 坊间传闻是因为宋慧乔私生活不减点而被李炳宪嫌弃 后来玄斌和宋慧乔因戏生情 两人后来还合作了很多的影视剧 可是两人好景不长 在玄斌服兵役的时候 两人官宣分手 据传是因为宋慧乔给玄斌戴了绿帽 这才是根本原因 和几任男友分手的时候 宋慧乔都被传出轨 难道是巧合吗 小编认为无风不起浪 虽然宋慧乔未被包养这件事情辟谣过很多次 可是越是辟谣 粉丝们越是觉得他被包养的可能性比较大 如果没做过 何必在意别人怎么说 问心无愧即可 接下来的内容更精彩 离婚仅仅三年 宋慧乔和宋仲基两人变化都挺大 都说娱乐圈是个大染缸 是个名利场 在娱乐圈里婚姻也好 爱情也罢 都是虚虚实实 真真假假 像孙怡董子健离婚 向做出轨这种事情 都让大家觉得 娱乐圈真的是很难把婚姻维持到最后 其实不只是中国的娱乐圈 像韩国的娱乐圈更复杂 这几年还好 前几年韩瑜明星在中国也是很火的 而且韩国的娱乐业在世界上都是出了名的发达 俗话说得好 娱乐圈越发达 越繁荣 里面的水就越深 越是捉摸不透 所以在韩瑜 我们经常能发现 有些艺人突然就获得了很好的资源 红了 有些艺人明明很红 突然销声匿迹了 还有的艺人结婚一年多就突然离婚了 因系生情不被看好 像韩国的宋仲基和宋慧乔就是这样一对 都知道宋仲基和宋慧乔是因为拍太阳的后裔才认识的 可以说是因系生情 后来媒体拍到同一时间两人去同一个地方 而且还住了同样的酒店 但是两方的工作人员却各有说辞 一个说是去为新系宣传 一个说去玩 总之就是不承认在一起 其实当时圈里很多朋友都知道他们已经在一起了 宋慧乔还为宋仲基应援给宋仲基所在的剧组买了吃的 喝的送了过去 这关系这举动就算不承认 大家也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吧 但是很多人当时猜测宋慧乔也就是拍戏以后有好感 毕竟这种事情也不是第一次了 宋慧乔其实在韩国很出名 是属于国民女神那一类的 当年因为税务问题让她事业一下子跌到骨体 后来凭借太阳的后裔才重返神坛 但这个时候 韩国的网民却对她的评价褒贬不一 原因就是因为宋慧乔和每一个男明星拍戏 都能传出点绯闻 而且多次都是实锤 像和玄斌也是因戏生情 但是这种恋情都是没过多久就结束了 所以和宋仲基的这次恋情 大家都没放在心上 因为按照以往的经验没过多久也就分开了 但是后来宋仲基和宋慧乔合体宣传 大家看到宋仲基在镜头下还不断地看向宋慧乔 而且手还很自然地搭在宋慧乔的肩上 只要宋慧乔说话 宋仲基永远都是侧脸面对镜头 不少人都说宋仲基真的是爱上了宋慧乔 也有网友调侃说宋仲基不要入戏太深 宋慧乔是个恋爱高手 宋仲基搞不定的 后来的事情真的是出乎意料之外 两个人不仅公开了恋情 还宣布了婚讯 这个新闻在韩瑜和内瑜都炸了 谁也没想到女神宋慧乔这次来真的 还有网友表示宋仲基真的是把宋慧乔搞定了 后来两人婚礼 在中韩娱乐圈都上了热搜 而且引起了两国网友的讨论 那场婚礼称得上是世纪婚礼 全智贤 张子怡这样的明星都到场了 宋慧乔当天可是风光无两 宋仲基真的是给宋慧乔赚足了面子 已离婚结束 天差地别 但两人的婚姻却一直不被大家所看好 大家觉得两人还在热恋期 结婚是冲动的 不理智的 很多人都说宋慧乔没那么爱宋仲基 但是宋仲基却过分爱宋慧乔 果然 在两人结婚后的六百多天的时候 两人就突然宣布离婚了 而且还是宋仲基提出的 在韩国婚姻里 无过错的一方才能向法院提起调节离婚 所以这也隐晦地反映了离婚最终原因 可能是因为宋慧乔 很多网友都说一点都不意外 热恋期过后 面对现实生活 柴米油盐 繁忙的工作 两人肯定会产生矛盾 而且宋仲基看样子是铁了心离婚 在手续没办完 就单方面发布新闻了 这得是多大愁才能让宋仲基这么攫取 而且两人离婚以后的婚房也推平了 宋慧乔还出售了两人住过的房子 大家都说这是老死不相往来的节奏啊 离婚以后 宋慧乔和宋仲基都相继亮相了 但是两人的状态可相差太大了 宋慧乔离婚以后为了躲避媒体去了国外 在国外度假了好长时间才回来 估计也是去整理了心情 后来在最近的时装秀上现身了 很多人都说离婚的宋慧乔没有颓废 反而变得更好看了 确实 宋慧乔一身衣服戴黑色墨镜 显得俏皮又大气 一改往日温柔的气场 不少人都说这是蜕变成真正的女王了吗 宋慧乔今年已经四十多岁了 能保持这样的状态确实是不容易 而且离婚以后宋慧乔好像变了个人 给大家的感觉就是越来越洒脱了 宋慧乔这样的状态和宋仲基的状态 真是对比明显 宋仲基在离婚后出现在了好友的婚礼上 照片上的宋仲基明显的发福了 而且有种中年油腻大叔的即视感 很多网友调侃宋仲基的脸 肿得像个馒头 其实宋仲基也是三十多岁的人了 韩瑜的男生过了三十最容易发福 宋仲基也没躲掉啊 而且看宋仲基的状态也不是很好 抢颜欢笑 眼神落寞 这段婚姻给宋仲基确实带来了不小的打击 这么久了也没调整过来 有网友提醒宋仲基还是要注意保持身材和脸 毕竟生活还要继续不能因为失败的婚姻毁了自己的前途 其实网友提醒的没错 韩国的娱乐圈的竞争要比中国娱乐圈激烈很多 宋仲基再这样下去确实难保地位 自毁前程 还有网友说 这会儿就能看出谁是真爱 谁是在玩玩了吧 当时就有很多人说 宋慧桥就是一时有好感冲动了 但宋仲基却是那种纯情的真爱 怪不得不少人提醒宋仲基不要入戏太深 在爱情里面 谁认真谁就输了 如今两人的状态和境遇真的是天差地别 也希望两人能各自安好 合则携手共进 分则顶峰相见 宋仲基在中国娱乐圈的人气还是挺高的 宋慧桥更是早一批进入中国娱乐圈的韩星 所以期待两人会带着各自的作品回归 给大家呈现出优秀的作品和印象深刻的角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